然后这个7爬爬7是说 严格生童对普通的重训长期角度来看 影响大不大 还是要从严格进入温和 好了 这个就比较有技术含量 这个节目的内容 我相关的内容我还没有做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说国外有国外真正的健美的选手 他们有一批人 现在已经是用生童的方法去 健美 健美锻炼肌肉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这样做的好处就是 既可以增肌又可以不增加很多脂肪 不增加脂肪 刷脂肪 所以我们国内可能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教练 在教你吃碳水 炼肌肉 最后再来减肌 减脂 那么这个效率我不敢说就一定不好 就是说只是说国内现在是这种方法 但是国内有国外已经有很多的 前沿的做健身的这个行业的人都已经转型 从生童的角度去做健身了 大家可以去理解了解一下 这么说的话 我可以拿本书给大家看一下 等我一下 那么就是我之前看一本书 叫这个 Kidobody Building 这本书这么厚 就讲的都是怎么在生童的状态下去增肌 那么这个增肌就是 首先要求你在这段时间 起码是三个月 跑不了 好好的做生童 你把生童 整个身体 不管是肌肉 脂肪组织 还是你的身体器官 还是你的大脑 你最好能够完全适应同体功能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 你再去增加你的蛋白质 摄入 然后来通过负重训练来增肌 这样的话就可以 做好你的生童增肌 这样的话 又可以保证你的运动的效果 又可以保证你可以增肌的同时 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 然后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说 如果有些人 他每天要做很多组 用负重的训练 他觉得这个效果 不如直接补点碳水来得快 好了 现在国外有卖外缘铜的 铜盐的 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 喝十几毫升的外缘铜 马上帮你的肌肉补充铜体 其实就是帮你把那个身体功能的 燃料给你整个换了一遍 以前是靠碳水鞠铁铁 现在是靠铜体铁铁 大家现在能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所以就是说 温和升铜 我觉得你不要温和升铜 你还不如严格升铜 然后升铜增肌 因为温和 其实你会始终处于一个 一下子用铜体功能 一下子用碳水功能 身体始终处于一个 来回摆动的一个过程中 你始终的能量会 供应不充足 这样是不建议的 请休息一下 请休息一下 启牛日子 呼启 请休息해 这里 感谢观看